三十六计 第二计 为未救赵 战力 太平天国后期 由于太平军内部矛盾重重 资深力量被大大的削弱了 1860年 清王朝派河春率领数十万大军攻打太平天国的都城天津 清军将其层层包围 天津沦为一座孤城 太平天国的首领天王洪秀全急忙召集各位将领商量对策 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 大家都默不作声 无计可施 最后 年轻的将领中王李秀成献上一记 他说 如今敌人人多势众 我们力量单薄 应拼只有凶多吉少 请天王拨给我两万人马 我乘着夜晚突出包围 偷偷袭击敌军储藏军粮的地方 杭州 敌人一定会派兵解救杭州 这样 天王可以此时趁机突破重围 我也率兵返回天津 形成两面加工 天津之围就可以解除了 翼王石大开认为这个计策很好 马上响应 并表示也带一只人马 协助中王李秀成作战 然而 天王洪秀全是一个十分多疑的人 他怀疑中王和翼王是想趁此机会逃跑 迟迟不作答复 众将领都认为 只有这个唯未救赵的计策 可以解救天津 纷纷跪在地上 请求天王采用这个计策 天王洪秀全终于被感动 决定按照中王的计策行事 正月初二 清军仗着人多势众 把天津团团围住 便放松了警惕 这天晚上半夜时分 李秀成 石大开 各率领一路人马 从敌军封锁最为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 清军见是一小路人马 便也懒得理他 没有追击 中王和翼王突围后 兵分两路 中王李秀成率兵奔赴杭州 而翼王石大开则率兵奔赴湖州 李秀成一到杭州 便令士兵攻城 但杭州是清军重要的粮草基地 城内还有一万多守卫 他们谨守城池 不出城反击 李秀成的部队攻了三天也没有攻下 心里十分焦急 这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城内的士兵见太平军三天三夜都没有攻下城 放松了警惕 加上连天作战 十分疲惫 便都躺在城堡里休息 因为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觉 士兵们一倒下便呼呼大睡 李秀成见机马上派一千多名勇士 乘云梯偷偷地爬上城墙 将城门打开 当清兵们被惊醒时 已经来不及了 李秀成一率兵冲入了城门 一举攻下了杭州 并下令烧毁清军的粮仓 清军将领何春 听到粮仓被烧的消息 急忙派副将张雨良 立刻率领十万人马去救急 洪秀全见清军已经分兵去杭州解围 便下令全县出击 这时 李秀成火烧清军粮仓后 火速赶回天津 而石达开率领的部队 也从湖州撤回天津 两军胜利会合 此时的清军受到太平军 城内城外两面加攻 根本没有料到 一下子慌了手脚 阵势大乱 死伤多人 输得一败涂地 经过这次交战 不但天津之围破解 而且清军元气大伤 短时期内已无力再攻打天津了 解析 唯卫旧赵来源于一个典故 公元前354年 魏国国君魏惠王 魏解中山被赵国强占的旧恨 便派了大将旁捐前去夺回中山 魏国大将旁捐对魏惠王说 中山不过是一个小地方 距离赵国又很近 还不如直接攻打赵国的都城邯郸 这样既解了赵国强占中山的旧恨 又把中山夺回来了 可以一举两得 魏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高兴地点头称事 于是魏王拨了500辆战车 派旁捐为大将 率领大军直奔赵国 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 赵国都城被围困 赵王一时难以对付 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他只好求助于齐国 并许诺说 如果齐国能够帮他解除邯郸之危 便将中山赠送给齐国 齐国国君齐魏王答应了赵国 下令由田济为大将 孙殿为军师 率领大军前往解救赵国 田济和孙殿率兵到魏国和赵国的交界处时 田济想直接去邯郸解赵国的围 而孙殿却说 不能用这种方法 要解开乱成一团的麻 不能握紧拳头去锤打 给别人劝架 也不能加入到里面去搏斗 平息纠纷要抓住要害 利用他薄弱的地方取得优势 使双方因此受到制约 才能使搏斗平息 现在魏国把精兵都派出去了 如果我们直接攻打魏国 庞娟肯定会率兵回来解救 这样一来 对邯郸的围攻一定会自然解开 我们再埋伏在庞娟撤回的半路上 对其突然袭击 他们必败无疑 田济连连称赞道 好主意好主意 于是依孙殿的计策而行 果然 魏国在邯郸听说齐国攻打自己的国家 赶忙撤军回国 不料 中途陆经桂陵时遭到齐军埋伏 由于长途跋涉 魏国军队疲惫不堪 大败 旁娟勉强收拾残余部队 退回魏国 齐国军队大获全胜 唯卫救赵用在军事上 是指对敌人用避时就须的策略 避开敌方兵力雄厚的地方 攻打其防守薄弱 而又为要害的地方 使敌军受到牵制 围困就会自动解开 在所举的战力中 李秀成利用唯卫救赵的计策 偷袭清军防守较松 而又是存放军粮的要害之地 使清军不得不分散兵力 从而使天津之围自动解开 这里杭州相当于魏国 而天津则相当于赵国